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歡迎大家收看《星冬激西》 今天亦有兩位嘉賓 Gary也是跟他們很熟悉的 2019年的結晴 就是社會企業一起重選的創辦人 他這間社會企業做什麼呢? 我等一等Pasu跟大家直接講解 Karen就是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的會長 就是楊金琳 另外就是吳桂林 是吧? 我們其實看到 青年商會不斷地發掘人才 而且都真的橫跨很多不同界別 我昨天也跟Gary說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你認識這麼多結晴 你覺得他們結出的地方 在哪裡呢? 其中一個我相信也是 所謂結出結出 其實也跟廣東話有一個諧音 是有很密切的關聯 那些東西越結結結結 你都能出來 那你真的很結出 是不是? 都可以解決 而且你還可以在一個危機之中 看得到仁美人看不到它的出路 幫別人在結疼分的地方 可以可以 epic 把這個活動給你看出來 這個就是結出的人 而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能夠有這個膽量 就是要靠青年 而且他們亦都可以承傳下去 這件事做了五十年了 Gary 你覺得認識了這麼多跨界別 有些年紀真的挺大的 的青年也是 其實你覺得他們的承傳 他們的想像是怎樣的呢 他們的想像力 他們的毅力 是從哪裡來的呢 怎麼可以從這麼濃的東西都出來呢 最特別的是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專長 和不同的故事 可能過去早年的時間 比較看得到 正英或者可能一些藝人 在不同的善心線事做很多 但後段我越來越發現 很多不同的行業 過往我們沒有留意 我們不知道有人在做的 甚至乎是 你也不知道 我看到原來他在其他人 主義的服務上 做這麼多貢獻的朋友 是香港人 這裡帶出了兩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 我們在香港培育著我們的青年人 不單純服務著香港 而且在世界各地 亦都走出去 甚至乎在世界結晴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獎項的推動 也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基石 譬如剛才那間結晴 有一位是做快速測試的本地研發 其實他在未普及快速測試之前 你知不知道 他上了是聲東極勢的 我當時一談就 這個年輕人這麼結出 我說真的要多給他一些機會 後來他真的做了我老師 因為太多關於快速測試的東西 我也要打你去問功課了 其實 但是到了今天 大家對於快速測試這麼熟悉 你會看到真的在改變這個世界 無論這個世界多麼結 只要有年輕人去堅持 就可以走出來 就可以復修這個世界 所以這件事正好可以帶出 就是伍桂倫 Pa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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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遺體復修師 亦都是註冊的遺體防腐師 你現在剛剛出來創業 剛才我介紹你 你自己開了一間社會企業 叫一切重簡 是 你之前是 怎樣運用你的專業 你在哪裡工作的呢 可否也跟觀眾介紹一下 其實我本身 如果說我讀書開始講起 其實我是讀藝術學院畢業的 你藝術學院畢業的 但是從藝術學院畢業之後 都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 你藝術學院是哪一間 Visual Arts 試過藝術 試過藝術 所以我一畢業就做藝術工作 但是同時間 因為我是打著幾份兼職 我就有親人介紹 就入了殯儀館做學師 那時候我純粹覺得 做藝術工作在香港 除了要長遠發展 都要有一點 自己有些基本的收入 因為那邊不是很穩定 所以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就像現在說的 snatch 這樣去工作模式 斜鋼竹 對,斜鋼竹 所以做到 讓我想一下怎樣說 即是你是 早上做藝術家 是的 斜鋼竹 晚上是 遺體 就會對著做遺體的工作 因為藝術的訓練 反而令我做遺體修復 各方面就有些加持 所以慢慢越做越好 但是去到30歲的時候 就覺得想試一下 轉一下其他東西 做得不錯 那我就入了醫學院工作 然後入了中大醫學院的時候 就做解剖室的工作 又試一下學 再專門一點 或者學術一點的方式 再去鑽研 這麼有趣? 是的 即是你是由文學院 藝術學院 是的 走了去醫學院 即是你真的從文化走到理科 是的,我是一個很特別的方向 因為我自己可能是藝術人 文化人 是的 但是去到30歲的時候 這樣挑進醫學院 其實醫學院也是一個技術員 是技術員 開始做起的 但是那時候做一做 我就覺得 技術員的工作是有點悶的 而且見到醫學院 那時候的學生要用遺體 很多時候都是靠一些 叫做無人認領遺體 但是又沒有什麼人捐贈 那我就用回 可能我以前讀書 有叫做修讀過 可能是設計 或者可能是市場 品牌學的 我嘗試用了一點點的知識 就幫大學推廣了一個叫 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 所以就由二 無言老師 即是一個遺體 做一個老師 去教醫學院的學生 其實他有什麼病 其實他離世之後 他還能教你很多東西 所以無言老師計劃 就是你幫他設計出來 你幫他量度出來 要設計量度出來 因為以前 如果用無人認領遺體 我個人覺得 一來我也覺得 社會的福利越來越好 會越來越少這些遺體 二來其實也有少少少道德爭 而就是他生前沒有這個考慮 所以當然有人捐贈 而最後 其實當年是說 一年只有幾個人捐贈 到我二一年離開中大醫學院的時候 已經是平均每年一百人捐贈遺體 所以 其實在科學上也很大貢獻 因為你無人認領遺體 在客觀的所謂搜集 客觀遺體的選擇裡面 其實也側重了某個狀態 可能他來自某個社會階層 現在你自願去捐贈 其實你就拉闊了 那個無言老師的層面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所以你的故事就走到這裡 就是幫醫學院 量了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 就幫他可以多了很多遺體 成為了無言老師 這個故事這麼好聽 我不會讓他這麼快說完 所以就讓楊金林說一下你的故事 其實你作為國際青年商會 香港總會 你去推動一個 搞了50年的計劃 或決勝選舉 你有甚麼切入點 其實你今年特別想別人 關心甚麼呢 Karen 我想其實也回到今年主題 我們叫漢見未來 漢是… 真的漢那個漢 就是漢那個漢 見呢 見是建造、創造 我們刻意地與大相關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覺得青年人 其實應該有個視野 同一時間有個希望 當你心裡有希望、有視野 其實你自然有辦法去做到最好的一面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都可以發掘到 這個特質的年輕人 怎樣可以他們具備視野 包括其實可能 未來十年他們想做些甚麼 為自己、為社會也好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在那個推廣裏面 即50年大家都想過很多不同的方向 你覺得在現在這個時代 為何看見未來這麼重要 我想其實很多因素 一來就疫情第三年 今年其實我們主辦單位 由2020年開始 已經面對著一個 見不到面沒有 身體接觸的一個選舉 那我們作… 那倒是 連這樣的訪問也挺難的 其實我們這兩年 我們當年是要做網上訪問 對… 對… 變成我們都很想用 我們一班籌委會的自身經歷 去勉勵其實你如果真的結出的話 其實你不會受到任何一個原因 去限制你的能力 對… 我希望… 這個也是一個概念 那些結出的青年 他們都是發揮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以及吸引其他人 對… 那你覺得… 50年來的結清選舉 為香港最大的貢獻 或者帶了甚麼改變 給我們這個城市呢 其實… 我想… 其實是… 為我們香港帶來一班 我們叫做… role model 其實是每一個年代… 一班榜樣 對… 一個榜樣 每一個年代其實 出來的結清特質 一定是不同的 嗯… 其實我們說… 這個年代可能是側重於… 他們賣芹粉 賣獅子山精神 是… 但可能近年… 就可能… 我們說… 剛才說邪鋼族 我們有不同的… 是怎樣碎片化的年代 可以做得最好 這也是新的特質 來的 每一個年代有不同結的東西 是… 那就自然要想一些新的出路 是… 每一個年代的年輕人 是特別輕鬆的其實… 是… 還有… 重要是每一個年… 每一代的年輕人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上一代的人… 硬是就覺得他們… 要再做好些 沒錯 但我們怎樣可以… 在這麼激的環境… 可以突圍而出呢 我們回來… 繼續跟Karen和Parsel Kick 好… 剛才跟Karen說過… 作為年輕人… 連續… 一年復一年… 50年的結清 怎樣為這個城市帶來改變 我覺得那個… 每一代都在告訴你… 有一群結出的人… 是很重要的… 不要再跟我說香港沒有人才… 50年了… 是不是… 而且每年都很多人… 去參加的… 譬如… Parsel那個故事… 上半場你已經覺得… 這樣了… 就是… 讀藝術… 跟著… 入了這個殯儀行業… 而坦白說… 很多人入了殯儀行業… 不離開的… 很多人做了很久的… 因為都真的挺好運的… 而且都挺難入行的… 所以… 你有一個這麼… 高… 即是… 入息… 又保護性這麼高的行業… 你都要走出來… 進去做… 醫學院… 的…幫忙… 都還要說… 不是啦… 我也是要改變… 我要… 自己創業… 那麼… 你希望這間… 社會企業做到些甚麼呢… 其實… 那個… 理念是甚麼呢… 由間公司名字開始… 是否已經… 有個很強的… 理想在裡面呢… 其實… 其實我自己想起… 就是… 我17、18歲的時候… 我已經是在一些… 慈善團體去… 探訪一些獨居長者… 所以… 獨居長者的… 那個… 意識呢… 他們的生活… 他們… 談談當中… 我覺得… 是在那段時間… 已經影響著我… 所以… 到我就算做殯儀… 我都會遇到… 有些年紀很大的人… 都知道他是… 孤苦無醫的人… 去到醫學院… 為何有這麼強烈的意識… 不想用無人認領遺體… 因為我都知道… 很多人是… 出自於獨居長者的… 但到我… 去到21年之前… 其實我已經知道… 我做遺體捐贈的計劃… 已經很成功了… 其實… 在疫症底下… 仍然… 是有接近100人捐遺體… 我已經知道… 應該沒有了我是可以的… 那何況… 我自己19年… 當選了傑青… 我都覺得… 如果要鼓勵年輕人… 去… 做不同的嘗試… 突破自己… 但同時間… 又真的… 回饋回社會… 我覺得… 我有的東西… 是可以再… 重新… 再跳出一個框框… 去做… 所以… 20年的時候… 其實我就申請了… 一個社創基金… 拿到少許資助… 就希望開一間社企… 做殯儀… 是特別… 做得多一點的服務… 是給一些… 衝行… 忠援人士… 獨居長者… 我想… Passo就是… 說的一件事… 給大家聽… 就是… 20年都可以創業的… 疫情多嚴重… 你有個信念… 你就可以創業的… 更要不做大學… 對… 經理… 你不一定要做一份工作… 你想… 你就要去做… 因為時間是不等人… 我想說… 疫情… 提醒了… 應該要提醒我們很多人… 第一… 你身邊… 愛的人… 你要花時間陪伴… 一定要… 第二… 你要做的事… 你要花時間做… 如果不是… 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剩下來的時間… 有多少… 我相信… Passo… 因為… 接觸了遺體這麼久… 可能… 那種感受… 比我們更加… 強烈… 是 但是… 你的… 一切重簡… 是一個甚麼的理念呢? 你的社企希望… 可以做到甚麼呢? 將來… 發展路向… 又約某是怎樣的呢? 我猜… 可能我過往… 做很多… 生死教育的推廣… 我們常常以為… 老人家不敢… 說這些… 關於死亡… 身後事… 或者生前規劃的事… 但他們是想說的… 但反過來… 他們不知道怎麼說… 或者… 跟家人聊的時候… 有很多限制… 是家人反過來… 覺得… 大吉利斯… 或者我也見到… 很多人家… 是… 他真是口說了… 我要一起重簡… 但… 他講不出… 究竟實際的事… 即是怎樣做… 所以… 我開這個社企的時候… 也希望… 一起重簡… 就… 不是說… 那些事變得簡陋… 他只是將… 不必要的事… 就… 就… 令到… 如果你的… 資源比較少… 或者比較基層… 他仍然可以做到一個… 很基本… 有莊嚴… 亦都是… 可以… 好好地… 給… 喪親者… 去… 去… 說再見…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 我20年的時候… 醫學院很多時候暫停… 我做解剖室… 雖然… 我正在做那個崗位… 其實… 應該沒什麼可以帶回家做的… 是… 所以… 其實… 反而我那時候… 探多了很多登記座… 做無言老師的人… 也做了幾宗… 是… 真是雙腦… 是… 有一位過身… 或者剩下那位過身… 他要捐為體過來… 其實… 大學其實… 有很多東西可以支援… 但是… 真的要上門… 去幫助他… 去辦這些事的時候… 是… 所以… 我拿了家庭的時間… 就直接上門… 去做… 相關… 原本不是應該… 我崗位的工作… 那做一做… 發覺… 似乎… 是… 社會有需要… 這種… 工作模式的人… 所以… 才… 有一切重選… 我覺得… 那個選… 我看你剛才… 你說的結也會食字… 一切重選… 其實… 希望… 選擇那個選… 而且… 那個選… 是很重要的… 因為… 是他人生… 最後一次… 有得選… 所以… 你也要告訴他… 重選… 其實… 也不是真的… 沒得選的… 重選…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選的… 其實… 整件事… 可以做到… 你… 不需要很多的資源… 但是… 都能夠達到… 你… 希望達到的效果… 滿足到… 你的為原… 我覺得… 這是… 很有意義的… 其實… 這只是… 這麼多年… 一個故事… 我們有這麼多故事… 究竟… 香港青銀總商會… 怎樣去… 我們的結青互動的呢? 接下來… 又有甚麼想法呢? 其實呢… 我們… 我們… 每一屆結青… 當選之後… 都有一個資格… 很特別的資格… 可以加入一個… 叫做結出青年協會的組織… 是 那裡面就… 雲集了很多… 很多屆的結青… 那裡面就很精彩的… 因為… 去到… 可能差不多七…幾年… 就是… 獲選的結青… 都會在裡面… 那他們… 除了會自己… 有一些服務之外… 其實他們會… 很多… 互動的關係… 那他們會突然想起… 可能某一個人… 自己的行業… 或者自己的環境… 有一個需要… 想找人幫忙… 他們就自發在裡面… 就說… 不如你幫忙… 那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 即是很… 即是… 即是… 我們結青… 其中一個… 很想尋求的一個… 新的路向… 新的路向… 而且… 其實我們… 我們不需要… 其實我們不需要… 不需要… 他們做些什麼… 但他們就… 很自發性… 有一些很好的事情發生了… 你希望這群人… 怎樣去… 你是如何看… 他們建設… 香港的未來… 如果用回你今年的主題的話… 反而我會覺得… 去到現在這個年代… 多聆聽是比一切重要… 因為很多事情的誤解… 或者… 推不到… 走到前一步… 都是互相… 對方有誤會的… 但其實… 不知道關不關… 大家都習慣了… 用… 電腦、手機… 對方的溝通關係… 減少了人與人的接觸… 這樣變得… 很多人不會因為… 這樣而生… 而很多… 很重要的事情… 都發生不了… 希望這件事… 可以打破… 在這個年代方面… 如果你問Pasu… 他應該最明白… 因為無言老師… 是說多少東西… 讓你聽才行… 是吧… 他不出聲也好… 他教你多少東西… 是否真的… 因為我想… 在很多人來說… 我們以為… 有很多不足… 做不到… 就算無言老師也好… 有些人… 原本都是出於基層… 但他有這樣的善心… 而且他反而… 是發掘到另一個可能… 在… 就算他死了之後… 身上… 發揮到的功用… 去幫助下一代醫生… 去幫助之後的病人… 所以我想… 在… 就算現在做… 一世重簡… 我們也有很多… 年輕人的實習生… 我們… 雖然成立了一年… 但我們頭頭尾尾已經… 有二十個以上的實習生… 在這裡工作過… 亦都令到年輕人見到… 就是… 死亡原本好像… 很遙遠的對他們… 對他們… 但反而他們… 在這個實習經驗… 他們接觸到一些… 基層市民… 幫他們搞生後事… 安排… 雖然他們不是… 幫忙的主角… 但他們在旁邊見到的東西… 已經是一個… 很活生生… 一個… 我們叫做生死教育的… 一個… 體驗式學習給他們… 所以我想… 都對他們… 看他們的將來… 都會見到一個不同的體驗… 對於一個人來說… 就慢搬帶不走… 對於一個城市來說… 我經常都說… 尤其是我做了這麼多年… 時事節目… 一個城市的富足… 和它的發展程度… 並不是看它的… 生產重值… 而是它對… 就離離世的人… 它對最弱勢的人… 提供的支援… 如果最弱勢的人… 它是獲得… 全國社會的支援… 這個社會才是… 真是富足… 這個社會才是… 真是發達… 而我們就是看到… 有很多年輕人… 去令到我們的社會… 越來越富足… 那麼… 我們亦都希望… 這些故事… 可以讓更加多人… 知道… 除了透過大氣電波… 亦都透過參加… 即是傑青的選舉… 那麼… 都七月… 截止… 報名了… 是不是… 那麼… 什麼呼籲呢… 兩位用… 短短… 一分鐘時間… 看看… 誰需要去參加… 誰需要去… 你提名吧… 她很… 她很結… 不是…她很結帳… 快點去提名吧…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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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過來人的心得… 可以分享一下… 呼籲一下… 我覺得其實… 未知需要看自己的能力太多… 因為我想整個過程… 如果你真心去付出… 去給身邊的人… 而… 的確… 社會告訴你… 其實你真的做到一些成就… 我想無論你自己… 本身… 你主動去申請… 或者有人去提名… 你也好… 其實你應該大膽… 嘗試去跨出這一步… 嗯… 我也很同意… 走出第一步… 是所有事情成功的… 第一個階段來的… 那麼… 從過往的… 每一屆的結果… 我們知道… 其實反應真的… 很熱烈… 很踴躍… 那麼… 我們評審… 也都… 很希望… 在從中發掘到人才… 但是… 如果不走出第一步… 其實評審就看不到你… 也看不到我們的未來… 那麼… 未來就交起… 眾多的年輕人手上了… 所有提名人都好… 還要發掘你身邊的人… 嗯… 好… 那麼今天再次… 謝謝Karen和Pasul… 那麼… 每人多走一步… 我們的城市… 就可以走到很遠… 多走很多步… 要請你做這種你想像… 那麼想… 我們要做這種事… 很想слитель的事情… 還是要去找… 還要來… 我們要做可惡… 然後… 我們要做什麼事… 一些事情… 我們要做什麼事…